flu音 XD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那现在就是�eynekới的 接近12点练音 就是中午的 那还要继续说美斯 就是说美斯 就不用讲23条 美斯与严重看 只有严重23条 正稍无看看 那美斯对日本 这本神户胜利船应该是在日本时间7点 即是大家下班就可以看了 但是Apple TV那里应该是没得看的 即是它停止了 你上去的网上它也是说会不提供此赛事 那哪里可以直播呢我都不太知道 有些人说是日本电视台 还是不知哪里的网上有得直播 即是日本而已 就没有外国粉 那你如果找到日本的连续的话 那你就可能看到了 那暂时也不知道 但Apple TV肯定没有 那那 即是 专程呢 就是在它赛事开始之前录这条影片 那之前其实我都不停地说 我都觉得它不是 不是受伤的 OK 暂时 我到现在这一秒钟都不是受伤的 但是呢 详细分析是怎样的呢 我现在才说 因为之前我也有一点不肯定 但是呢 就是我现在 都 有我的看法 那些人 有部分呢 那些人就说 那如果他真的受伤 那没理由要他下场的嘛 很不公平的 那对他 但是呢 就是 由他当日出事也好 第二天 记者会也好 我也是那一句 我不能信他受伤的 他一定是专专 不过专专那个什么原因呢 大家有少少伤 有很多人就觉得他是黄尸 我不否认他是黄尸 他真的是黄尸 但是 是不是真的因为他黄尔 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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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专专专专专专业 我这个呢 是值得商复的 可能 你未必同意一下 但是好看我 像你平常说 他仍然有充足 都是国际的 但是 他的行径 还是要是黄的 或者不会跟蒙牛做代理 是不是 他说不是,回大陆 他也可以黄的,都是 他的行径 都是黄的 他签名给纳维曹波 去大陆当时就问 喂 台湾不是大陆的一部分 因为他持两本护照 他入大陆境的时候 就有点困难 所以他爆了一个名句 我怎么知道你原来入大陆 这么想麻烦,要签证 入台湾不用 所以他爆了一句出来 台湾不是中国一部分吗 我觉得他一定有看这些新闻 有留意香港的新闻 有留意时事 所以你问我是不是黄 是黄的人 但是他这些名人 懂得怎么分 如果他真的收钱 有些人说弃金 我叫做片酬 收了片酬 去做事的话 他懂得挖一条街去到哪里 这次会不会单单 纯粹因为正面问题呢 我觉得不是的 可能是一部分 但最主要不是 你看到他整个态度 一来很冷散 第一天 你买500元进去看他练习球 就看到他踢球 第二天立刻伤到 完全一分钟都踢不到 不会的 肯定事实是 里面是发生过的事 里面是发生过的事 你看看直播 碧咸曾经走过去美斯 跟他跌两句 就是应该 时间上都应该混合的 就是叫他 下场赶两句 不踢也好 都可以赶两句 他也是 耍手拎头的 还有他第一秒钟 他已经是没有 换衣服 兼且没有热身的 做后备球员 就算坐冷板等都好 都会更粗 他开始之前 一定会一起做热身的 和精选球员 他连做热身的动作都没有 就是他根本是 由第一秒钟开始 都不打算下场 OK 因为没可能说 你换后备下场 跟着才等你做热身 才开球 不会的 足球是秒秒钟都在计算的 球出了都在计算的 所以 一定是后备的 都会做热身的 在赛前 为什么 美斯 刚刚读错了 迫鹤 不好意思 总之赛前 美斯都应该是要做热身 但是他就没做 兼且没换衣 其实 第一秒钟开始 他都不想做 不想下场 你整程看到他黑口黑面 很不愿意配合 你不要说 做起 扮一下样子 他都不愿意 兼且是 特意兜过李家超 不跟他握手 不跟他拿奖牌 很明显就是 不仅仅这么简单 是政见问题 因为如果你纯粹政见问题 你不跟李家超握手 不跟李家超拿奖 没有问题的 但是 为什么不跟那些歌迷 不是 歌迷 为什么不跟那些球迷 单几句 连揮手都不想 喂 他去每个地方都好 就算他 他个样子有多自闭都好 他都会起码会揮手 看镜头笑一下 但是唯独是香港 他很刻意地 避免所有东西 他是不对 镜头笑 不揮手 连球迷 叫到辛勢力揭 他都不 惯你傻 虽然 我上次 之前都说到 他好像很坏 但是我觉得他也是专专 落政府面子的 应该这么说 他是不想有任何政府的endorsement 如果你说是坊间请到他过来的话 而球场是没有任何官员的话 我觉得他是狠踢的 他是王 但是他的界线懂得分什么是香港政府 什么是香港人 什么是香港官员 我们是笑大陆人的 但是他是懂得分什么是国家 什么是政权 什么是政府 什么是人民 他懂得解这条线 解到去哪里 但是如果是 这次呢 连球迷都不揮手 签验波衫也不肯的 这些很简单就是你不想有任何endorsement 给到整个性事活动 因为他心智的 如果政府没有份的话 他怎么会全部人 政府官员 早一天已经落场打卡 拍照 说到好像自己有份那样去涛光 当然事后政府就说不关他自己的事 我们政府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政府很被动 协助了 协调了 借墙地资助了 其他事情 TELASIA自己搞的 不关我们事后这么说 但是整个感觉 连香港人自己都觉得 根本整个谈话就是 香港政府的盛事之一 应该是最成功的 因为最多人受落 无论是南嶺王也好 总之是什么人也好 你请不到Taylor Swift 你也请到个美斯回来 总之呢 不想有任何镜头 拍到他和李家超 或者官员同框 在画面上出现 或者被人拍到 美斯在香港很开心 endorse了给香港政府 因为就算 假设美斯不踢 在香港不踢 一分钟都不踢 但是肯揮手 肯说两句的话 其实都是一个endorsement 所以他很冷静的 你看他以前 刘晓波也好 入境中国的时候 台湾不是中国一部分吗 这么高转数 立刻爆出来 摆明知道是三笔 难道你说美斯不知道 那句说话是在玩大陆的入境吗 当然不会 当然知道 专门玩够 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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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冷静 怎么会呢 不知道 不可以拍照 一定不会的 所以他专门 专门 专门同框的机会 也不是很想 你看到他第一天 就是给你500元入场 看他练波那一天 其实他都还可以的 神情都没有那么黑 黑口黑面 没有那么欺貌 没有那么欺貌 但是自从第一天练波 就开始出事了 你看回一些片 看回一些相片 我真的逐个逐个看 逐个逐个看 跟杨润鸿那班 第一天有合照 之后开始 第二天见到他 他就已经是欺口欺面了 就算碧咸 碧咸是老顶 照理碧咸 说的话他一定要听 但是他就是性格巨星 身价也很高 就算碧咸多厉害 都已经是 不是这个年代 不是踩低的 而不是当代的年代 碧咸是一个成功商人 可以说的 另外苏瓦雷斯也是 苏瓦雷斯 也是厉害的 其实他不差 但是对比起 尾斯 也是 略输一刹 也是差了一点 那连苏瓦雷斯 都不肯 不肯落场 很明显 我不肯定 苏瓦雷斯 是不是夹起 但是 你见到苏瓦雷斯 和尾斯 当然大家都只看尾斯 但是你见到苏瓦雷斯 和尾斯 在正赛那一天 其实 样子都不是特别好 或者是特别什么 但是苏瓦雷斯 就肯做一下秀 交一下戏 但是尾斯 市区的 娱乐园 不肯 然后又去什么维港会 不肯 很简单的一件事 就是 他就不想有任何 不想给到政府 有任何一个credit 如果这是一个 民间组织出来的活动 那他可能真的会踢 可能有个 什么 什么 癌症儿童基金会 找他回来 和那些年轻 踢 可能踢足上下半场 每场四十五分钟都不肯 就是不知道 但是 一分钟都不肯 最后 几分钟 踢足球 走路都不肯 就是 很 我不相信 我不肯 就是 因为 这些表演赛 就摆明是全世界公营 一定是 做戏也好 表演也好 表演也好 就是表演赛也表演 你怎么都要交一些可行货出来 就是如果是其他球队的话 没有那么大牌的话 就可能会有其他东西 例如 去参观一下足球学校 参观一下设施 例如 启德运动员那些 就是运动的场所 不是运动员 就是运动场 简单来说 现在都没有 当然 你说什么 叫他去廟街那里 挤鱼弹 扮一下东西 这些政府一定是很想的 但是 坐这里我有味 你说做100万给他一天 不好意思 美斯的身价是一天不止100万港元 所以政府是买不起他 而且这些表演 对美斯个人来说 这个形象是不好的 如果去探望那些孤儿园 足球学校 他这些应该会答应 这些本身是 charity 但是 你叫他好像宣传香港 你变成了一个另类代言人 其实不是钱的问题 你没理由去 足球活动 走过维港 走过启德 走启德 走启德 摆明是交差给那帮启德业主 走过启德 就是做了宣传大使 现在做表演彩子 做到做额 想多了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 不想有任何endorsement 给到香港政府 我想他甚至乎第一天来到香港 踢那个 训练 即是500元入场那一天 即是正赛之前那一天 我想他都不知道原来有 那么多官员在那里 他可能第一天 哇 原来那么多官员在那里 想过 订过 好像不是那么好 或者和我想象中那么大出入 我以为 就是来踢场球 原来有什么东西的吗 还有你留意一下 练习那一天 即是正赛之前那一天 仰仰虹下去拍照 那和旁边那个 你看看 是只有迫行 美斯都没有 你想想 官员来到 美斯就是主打 主赛来的 香港官员来到 但是只有迫行 没有美斯 那是不是很不正常 连隔离的几个鬼佬 即是二打鹿那个 不要说Tater Asia Tater Asia 有是正常的 主办科 但是再隔离的两个鬼佬 喂 不正常 那为什么没有美斯 只有迫行 只有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 和文化体育旅游局局长杨潤雄 就算 到尾斯真的出场的时候 你看到他也是 古马跑赛 完全是 很不愿意的 那样 那当然了 以上就是小弟的猜测 就是 早两天 刚刚出事的时候 都没有 说得那么明显 但是 看回一些片 原来他兜过了 那些官员 不握手 后来越来越多 看完他在日本的表现 揮了手 很开心 笑了 做了记招 我也觉得 我的猜测是不远的 黄不黄一定是黄的 不过 就未必是去到 最主要原因 总之 最主要原因 就是不想有一个 endorsement给香港政府 因为 大哥 美斯 其实是一个 世界顶尖的人 已经是 没有哪几个职业 可以有他 薪金那麽高 赚钱能力那麽高 名气那麽高 或者个人的技术那麽高 如果你在 譬如 你是美国人 你看到美斯 和李家超 是一个被美国制裁的人 握手 那会怎样 很开心 在香港那里 揮手 拍照 踢球也很开心 有什麽感觉 国际上有什麽感觉 或者欧洲人有什麽感觉 我想他是有考虑到他自己 或者是他在西方世界的地位 他踢球 是在西方世界踢球的 不是在中国那里踢球的 不是在亚洲世界那里踢球的 如果你说其他行业的 都或者有得说 可能亚洲都找到钱 那些鬼佬都射你三分 但是呢 以足球这个盛事来说 其实 在 亚洲人直接跌下去 他们 爱国人手中的钱 不是那麽多 他们也是找回自己西方人的钱 他们的联赛杯 欧洲杯 世界杯 其实你有多好见到 亚洲人样子 亚洲人在足球上的参与性 其实是很低的 除非你说 我很想多钱 我去烧的 我去买一对球队 那样 OK 但是现在不是的 现在是美职联 入了一个美职联 赚钱球队 碧鹹搞这对东西 就是为了赚钱 国际卖的 就是为了做货 那没理由 就是做臭自己的桌子 老老实实 只剩下几个小时而已 我觉得他应该会出战 因为如果不出战的话 就等同射了你香港 就是怕了你香港 如果他怕得的话 那当初就不会不踢 或者当初就不会 不交代自己 为何不出场 就是在香港做得那么绝 我不觉得他在日本那里 会害怕 因为你香港也不害怕 香港也不害怕有后果 那不会说在日本那里 无端的 哎呀 糟糕 好像坏了 做得太过绝了 太过火了 不会 他不需要有这些故事 以他的身段来说 就是如果他是一些二打轮的 或者是三四线的球星的话 就是都很厉害 国际上三四线 那他可能真的有些比奇 但是呢 就是以他的国人身分来说 不舍你 就不舍你 当你臭死 就当你臭死 哈哈哈哈 没有成本的 没有成本的 对不对 有成本的不是他 有成本的是他老板 逼咸 或者对球 对球都没什么所谓 对球都是收钱做事 那喂 整个球 有传的 就是收了 香港站的 一千万美金 主办方给他的 那主办方自己赚了 就最少一亿的 就是一亿三千多万 门票集 那扣起其他那些 跟着再加上那些 其他那些 其他那些赞助 其实呢 剩下一亿都差不多了 那 香港那一千六百万 很在乎 就是资助 只是保贴而已 没有就没有了 我都赚了一亿了 怕你吗 那 美斯那对球 其实就不跟政府那一千六百万 政府那一千六百万 是给主办的 主办另外要找一条数 给国际买买买买买 大盘人 不止一千八万港元 一千万美金差不多 我也算少了 可能 八千万 那么多人分 其实 可能每个人分得 几十万港元而已 不奇怪的 除了那十几个球员之外 除队还有很多人 很多侍从 军衣 照顾喜剧饮食那些 易打轮 助手 很多人 所以如果市传是一千万美金的话 就不是很有肉食 那你说香港政府 想着找一球 一球就 请美斯去 不知哪里 去其他 去 去 去维港会 想多了 我觉得 除非 你说很有意义的 去探望 癌症乙堂 去做一些 什么 保育计划 那可能 就不算钱了 那他就可能不算钱了 以他的往迹来计 这么有意义的东西 又不妨做的 又不是被承认 别人 自己排题又好些 以他以前的往迹 他是肯做的 但是现在呢 政府一个姿态就是 我请你来表演 你就是来做鸭的了 我给你钱 你给我跳舞 扭屎笋你都要扭给我 你不扭的 我请你出来交代 为什么你不扭屎笋 就是 香港政府呢 比赛之前 就是这样的态度 整个感觉 可能就是他觉得 不太舒服 不想做这些事情 就是这样 几个小时之后 我们就揭晓 他究竟有没有踢 我真心觉得 他是会踢的 在日本 不踢完全场都好 就是 总会是做些事情的 希望不会蹬倒他 希望他不要缩沙 要不然我真的鄙视他 好了 今天就来到这么多 短短的 多谢大家支持 记得上patreon subscribe youtube comment like share 拜拜